大家好,今天日本正式向盼平排放福岛核事故污染海水 中国外部发表声明 8月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和反对 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这些错误行为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是重大核安全问题 具有跨国界影响,绝不是日本一家的事 自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以来 人为向海洋排放核事故污染水没有先例 也没有公认的处置标准 12年前发生的福岛核事故已经造成严重灾难 向海洋释放了大量放弃 日方不应处于一己之私 向当地民众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二次伤害 日本政府没有证明排海决定的正当合法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净化装置的长期可靠性 没有证明核污染水数据的真实准确性 没有证明排海对海洋环境 人类健康的安全无害 没有证明监测方案的完善性 有效性 也没有同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浮岛核污染水 属于无视国际公共利益和极端自私的不负责任之举 日方所作所为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将伤痛延续给人类的子孙后代 成为生态环境破坏者 全球海洋污染者 侵犯各国人民健康权、发展权、环境权 违背自身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 日方将核污染水一排了之 同时也将自己置于国际被告席 必将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人民至上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最新的消息 中国海关署发布消息 全面防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对食品安全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风险 保护中国消费者健康 确保进口食品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 实施卫生植物 中国海关总署决定 自2023年8月24日 含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含食用水生生物 当天中国外部发言人也就日本政府启动 福岛核污染海水排放发表谈话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停止这一错误行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对日本的东京广播公司也发表声明 称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 要求中国立即撤销上述措施 你不买日本东西还不行呢 你还得就继续买 继续吃日本排海海产品 福岛核污染水的处置是重大核安全问题 具有跨国界影响 福岛核事故污染海水排入太平洋 这事我谈言我的看法 实际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 中国和日本以及美国 在福岛核电站排海 忽然水排海问题上 实际上你看各个国家持的立场不同 因为现在美国包括美国驻日本大使 公开表示要到福岛去吃海鲜 美国人现在并不在乎 美国人现在更有一种什么态度是 我们欢迎日本排放 把核污染水排放进入太平洋 但是大家知道美国也是太平洋沿岸国家 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在意 美国的国内媒体为什么没有向中国反应这么激烈 这里边有一个底藏的逻辑 大家知道现在美国正在积极拉拢日本 韩国围堵中国 那么在日本福岛核电战争问题上 美国必须站队日本 因为没有了日本的支持 那么未来在东北亚地区 美国会失去最重要的盟友 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不站队日本的话 那你很难笼络住东北亚地区 地缘政治是个同盟 所以你看美国他为了良心 他要支持日本 而日本看得很清楚 我这个时候不排海的话 你美国需要我 我这个时候不排海 我未来没有机会了 未来你不需要我的时候 我再排海 美国会反对 看懂这个逻辑没有 现在是让美国知道日本这样做 对自己有危害 美国还是接受 目的是什么 围堵中国 日本看得也很清楚 我这个时候必须要做 我不做的话 没有机会了 现在就要做 所以尽快把这个水排放大海 中国提出的实际上的几个疑问 美国还有日本方面 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他无法回答 这个排海要30年 大家知道排放30年 你不能说你30年的时间里 你都对这些海水 排放的海水进行过监管 中间如果发生 那放射指标超标 对吧 那你也排放大海 你日本怎么处理 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他也无法做到 所以这些水啊 都是日本方面 他是 自己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取样 然后向国益社会公开相关的结果 但真正这批海水 放射性如何 没有人知道 只有日本自己知道 这就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日本急于把这个海水排放大海 其实里边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这些水是可以正常的 无污染的 无供害的 他不需要排放大海啊 他自己那个日本岛消耗掉不就完了吗 不行 我必须排放大海 他本身的行为就说明 这些水是受过污染的 带有放射性的 是不可能给人使用的 给人使用的 还还做的什么 做这个宣传 我把这个水喝掉 对吧 你都能喝那个污染 是吧 一点都没有 或者污染很少 你就给日本人每个人一口吗 一年我就喝没了吗 不行 我们要排掉 为什么 还是有危害 现在国内实际上在囤岩啊 我觉得囤岩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你囤这个岩 你囤积这个岩 你不会起到任何的效果 那现在最大的危险呢 就是未来会影响到 中国的沿海地区 中国有了很多的岩是海岩的 那这些海岩里有没有放射性的 对吧 你现在囤这些岩 你未来中国食用岩怎么办呢 是陆地的岩还是海里的岩 未来中国海产 中国周边这些海产 那会不会受到这个污染啊 这都是问题 所以你看这实际上 使整个中国啊 包括东北亚地区 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那么你看中国的态度 非常的坚决 为什么 这个时候中国表态 韩国 他会站出来反对日本 因为韩国国内有反对派力量 和日本的关系 并不像隐屑政府这样 中国这个时候 公开和日本叫晚 那么韩国国内的 这个反对派力量 就获得了支持 美国呢 牵头带领日本 韩国组建亚洲版北约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 日本正好利用美国 积极支持自己的 现在这个窗口期 日本把这个核污染水 顺利的排海 中国积极的反对 实际上也是对日本 韩国 组建亚洲版北约 我觉得也是一种牵制 就这个时候 韩国的反对派 对日本的态度 也在发生变化 所以中国要积极的发生 你看地缘政治上 实际上也是有影响 那至于这个海产品 大家知道海产品这个东西 我觉得日本人 自己都不会吃的 国内有一些舔日本的 一些公知 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 你自己 己所不欲 勿施云 你自己如果都不想 吃日本的海产品 你每天昧着良心 你说中国人 可以吃日本的海产品 没有污染 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全世界面前就打脸了 如果这个时候 谁害 鼓吹日本的海产品 能吃 没有污染 那请你自己先做到 你跑到日本去吃 对吧 你可劲吃 对吧 在日本你大量的吃海产品 你自己都不吃 然后你告诉中国人 这个东西没有污染 所以大家未来会看到 很多这样的公知 会暴露 你给它寄日本海产品 你看它吃不吃 那现在看呢 欧洲很多国家 这些政治人物 可能会被打脸 就很多表示支持日本 支持美国这些国家 像什么德国 他很难在这问题上表态 特别像德国 德国那个外长公开表示 要围堵中国 中国是德国的竞争对手 积极的支持日本 你支持日本 你这个时候 对吧 你要不要吃日本海鲜呢 你如果吃日本的海鲜的话 会不会德国老百姓 德国人身体健康产生危害呢 会不会呢 那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不敢明确表态 你中国现在禁止日本的海产品 那你其他国家会不会跟进 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岸田煤熊 他也非常紧张 所以可以说呢 这个日本的核污染水排海 会对未来中国和美国 在东北亚地缘政治博弈 产生影响 所以现在呢 实际上美国还有西方 是骑虎难下 他现在如果表态 不支持日本的话 会破坏日本和北约 和美国这些盟友的关系 如果表态支持的话 那么在国内 如果未来日本的相关的 这个排海 这个海产品 在本国 在像美国像欧洲 真的有这个污染 和污染水 这些海洋生物 在其他国家的污染事件 包括食品安全事件的话 那这些国家的政党 就现在支持日本排海这些政党 这些政客 他要担责 所以你看懂了 中国为什么积极的反对 中国现在反对的声音越大 这些西方的政客 叫喊的声音越高 未来对自己的伤害 那未来呢 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这些西方的政客 西方的政党 那一定会被追责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国在日本福岛 这个核污染水问题上 中国的态度 为什么这么坚决 这就是底层逻辑 那这个事情 未来就非常有趣了 如果日本出现 核污染水 食品安全问题 出现日本的 这个放适性扩散的问题 那么岸田文雄政府 日本自民党这个政府 要不要承担责任 大家知道自民党 特别是和岸田政府 是配合着美国的 积极的反华 积极的抗中 那么未来可能会因为 这个福岛核污染水的问题 它可能会下台的 所以这实际上对日本的 整个的政治 生态也会有 也会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这个福岛核电站排水 会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政治 地缘政治 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方面 我刚才讲的非常尴尬 你说美国支持日本 它自己 你首先那种行动 你到底采不采购 日本这个核污染水地区的 这个鱼类 海产 如果采购了 你不吃也不行 你必须得吃 那会对美国 国内的政治 也会产生影响 就是你这些议员 到底吃不吃这些海产品 你别说它没有污染 但是你一口不吃 对吧 那你就是作秀嘛 你必须进口 你必须给美国人吃 那也会对美国国内 政治生态产生影响 就美国老百姓 到底吃不吃日本 这个核辐射的食品 这个核辐射食品 现在美国说 它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只是基于 现在人类的认知 过去没有先例 没有任何一个先例 说这个核污染水排海以后 会对鱼类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你也不知道 这就是个未知 那么谁当这个食量品 谁当这个先例 是由日本 美国你们去当这个先例 未来20年 你们先吃 你们吃这个海产品 看看你们的生态 看看你们的健康 那就我觉得给人类做贡献 日本人美国人成的小白鼠 我觉得台湾人自己也清楚 到底吃不吃日本这个东西 台湾人自己都不吃 大家要保证和日本的关系 保证和日本 这种同盟的关系 嘴上还得强硬 但实际行动就不吃 这就是虚伪 为了围堵中国 多么虚伪 所以我觉得这个福岛 核污染水排海事件 会对日本美国 政治生态都会产生影响 那未来大家会看到 日本还有美国有 核污染 这个废水排放以后的 食品安全问题 会层出不穷 美国国内的一些环保组织 现在也可以看看 他们到底是不是 真正的环保组织 那大家未来也可以看到 美国这些所谓的环保组织 到底是不是 真正的环保组织 到底是不是收了美国人钱 为美国干地缘制 肮脏勾当的这些组织 是不是被美国控制的 未来大家可以看到 所谓的一些环保 中国过去不是烧煤吗 中国那帮记者 什么那帮央视的记者 还搞了个纪录片 说中国人无法呼吸 你天天排放这些污染物 那没有辐射性的 那不是核污染的 没有放射性的 日本现在是往外放放射性物质 对中国这帮公知 也是一种挑战 就过去几十年 一直说中国污染了世界 那么现在美国联合这些盟友 也在污染海洋 这帮公知做不做纪录片 做不做专门针对美国 针对日本的批评的 相关的一些视频 到底能不能表态 真的站出来为了拯救地球 那还是说过去 就是为了打压中国 围堵中国 配合着美国宣传 搞这帮纪录片 还是真的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福岛核电站 这个污水排海 也会扒下一帮公知的嘴眼 扒下他们的底裤 让大家看看 这帮人到底是 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呢 还是真的为了世界 让中国有一批这样公知 你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 这帮人亲美 我说你亲美没有什么 你喜欢哪个国家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不能拉偏价 就是每次都说中国 美国日本犯了事 你从来不说 这就叫拉偏价 那大家要怀疑你的目的了 你说美国好 美国不好的时候 你不吱声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人是什么 那我们当然讨厌这种人 对吧 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人 我就是讨厌这些 我不是说你们 你们亲美 我讨厌你 我是讨厌你 拉偏价 所以通过这个福岛核电站排海 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国国内 到底哪一些是假公知 哪一些是真的 美国的地缘证工具 我觉得也是好事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 这帮公知 如果说污染水排放没有问题 那你就自己吃 对吧 你别说没有问题 让自己一点不吃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 你像那帮历史老师 天天填美国 填日本的 像袁次郎那帮人 他不说日本好吗 那你去吧 吃啊 对吧 你吃 你不吃 天天说日本好 然后又不吃 说着玩意没有污染 又一口不吃 天天躲在中国 躲在拒绝日本海鲜 日本这个福岛核 核污染排海 海产品这国家 然后每天说日本 美国可他妈好了 可他妈食品安全了 这不打自己脸吗 大家以后就看这帮人的行为 你到底吃不吃 那这帮人我觉得 是最可怜的 吃自己可能得病 不吃 拔了自己的脸 过去的人设崩塌 所以你看到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对整个东北呀 我觉得对整个东北呀 包括地缘政治 包括整个的政治圈都会产生影响 在我观察会有一批的大V 就此陨落 为了自己 为了子孙后代 核安全 还是不吃了 不能再舔了 再舔子孙后代都放上去了 子孙后代都可能受到影响 自己成小白鼠了 他无法再舔日本韩国了 没有 所以现在看 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这个事情 可以看 日本还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包括和美国结盟 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美国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 不是为了什么自由民主 什么和平 什么安全 食品安全 不是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帮人组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来对抗中国 所以咱们中国人要看懂 你像日本 像美国 都是各怀鬼胎的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未来呢 这种地缘政治的博弈 还会逐渐升级 真的不要相信 西方人跟你讲的 他们是真的爱什么 爱自然 爱民主 爱环保 真的爱环保吗 吃这个放射性鱼